好 口罩拿起來 但是就是你還是蠻堅持 就只要對防疫這個人 我不想 不想成為破口 炎亞倫不脫膠 聚當防疫破口 自走炮說三案對網路毛毛的 自走炮炎亞倫自立門戶後 為新專輯 版廳歌會 那近日疫情勝畏 眼皮也會是超嚴格的 口罩戴著嗎 還是戴著 因為已經最近真的很像 你都已經不像 有可能是拍我的頭 然後自己也會害怕 好 口罩拿起來 但是就是你還是蠻堅持 你為什麼要對防疫這個人 我不想 不想成為破口 我從那一天有那個 比較多爭議的案例開始 我就有在網路上面 有在講說 防疫稍微成功 然後 抗疫稍微成功 防疫人群努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 需要實施提醒的 因為其實在台灣的我們 有的時候好像 太輕鬆了一點 相較於外面的世界 我們好像真的是一個 在玻璃球裡面的一個島這樣子 那 這是好事 但我們必須 不能輕易的放下戒心 這樣 憤怒 你還是什麼附著來放棄 這是憤怒 大家都憤怒啊 然後我就也不要再剛剛講 不要再天才 對 我增添一些警示語就好了 好的就在於 所以立即信大家都會知道這個訊息 然後立即信大家的警戒心會起來 跨年 會 會 我想大家都插在擋這樣 希望真的沒事 希望真的 結果是好 對 你跨年 如果表演 你會太可笑了嗎 跨年如果我在一個人 好像Stage 應該還好 棒 除Painter病毒又更厲害 這一切都是 對啊 又變 是說 眼皮對這件事情也深有所感 日漸提高警覺 可能以前自己是比較衝的那一種 比較 一點就燃的火種之人 但現在而已 我覺得透過創作吧 讓我找到把能量放在對的地方 然後把想說的 用比較有趣 然後比較溫柔 更有想像力的 音樂去包裝它 嗯 以往的發言也許 因為它一開始 就是擺在一個比較容易有對立的 面下 也因為這件事情會造成不只是我 而是我身邊 不管是家人或夥伴的一些 擔心 那我看他們擔心 其實心裡也沒有那麼好受 一時以為自己發現了什麼 或是拋出了一些議題 供大家討論 然而更多的好像添了很多的開火這樣 嗯 所以意思就是說你以後要封口嗎 也沒有要封口吧 封筆 封 封鍵盤 哈哈哈哈 封鍵盤好了 我們的資訊 資訊我現在也蠻怕的 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完全沒有資訊安全的一個 時代 說實在的 所以 唉 我現在回答 후 你們 怕